四月九號交通部公路總局 甲仙公務段在高雄市桃園區 桃園裡活動中心舉行 臺二十線晴河裡至父親裡間 復健道路案說明會 針對桃園區民最為關注的 晴河至父親裡路段 甲仙公務段做出了永久復健的規劃報告 就是這條緊八公里的路段 卻牽動著整個南橫公路的生存命脈 晴河至父親長達八公里的長期復健工程 預計先從今年的辦理水利 水保及地質評估調查 一百零三年進行可行性評估 預計要在一百零四年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必須要經過環評才能夠針對永久 路廊做全面的復健 但是被布農族的高雄市議員給博士了 議員認為交通部做道路復健環評 是浪費資源與時間 當下否定了交通部對台二十線的復健規劃案 而至於是否能夠像議員所提到 聯合八名立法委員到行政院長 辦公室要求行政院長 將一化播出全額的修路預算 這方法行不行得通 仍然是個未施數 而桃園區何時才會有安全回家的路 目前也沒有任何單位 能夠給出準確的時間表 八八災後三年多 居民還在為道路修復的老問題 傷腦筋 接著八路馬腰整理報導